娱乐圈的友谊都是阶段性的吗 余淑欣和孔雪儿参加选秀时住在同一宿舍 关系好到急影不离 但一起成团后反而慢慢疏远了 也许这就是成年人的烦恼吧 忙起来后从原本一天见几次面 变成了几天见一丝的朋友 慢慢疏远也是情力之中吧 参加《创造101》的时候 杨超越认识了陈奕涵 尽管俩人家境和绅士相差甚远 但依然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别人嘲笑杨超越唱歌跑掉 陈奕涵在台下偷偷为她掉眼泪 坐在访时超越妹妹也会不自觉的提起陈奕涵 比赛期间 陈奕涵送了杨超越一双价值800块钱的袜子 杨超越只能回增她一件几十块的T恤 但陈奕涵大大方方的穿着这件衣服出镜 丝毫不在意外界对他们友谊的揣测 尽管这样 俩人最后还是尽行近远了 创意结束前杨超越在采访中被问到 最好的朋友是什么新作 我是狮子座嘛 然后比较喜欢的就是天平 天平和我挺合的 但创意结束后没多久 面对同样的问题 她的答案却变了 以前会跟天平吧 现在可能跟巨蟹和双子 因为你觉得天平他有点 就是不太知道他的爱恨 感觉都跟谁都很差不多的距离 没错 杨超越口中的天秤座就是陈奕涵 说起马思成最好的朋友 想必大家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周冬雨 两人在大家的羡慕下 写手拿了双影后 周冬雨甚至比自己祸相还开心 他曾经说过自己不喜欢和别人睡一张床 但是马思成的话就可以 这么好那友爷总有一天也没了联系 甚至还在吐藏了一节目上被人当面拔出质疑啊 马思成你那么多朋友有哪个是真的呢 你把周冬雨当朋友 人家有时间跟你做朋友吗 他现在为什么不带你了 我觉得都无所谓 我觉得本来就不存在谁带谁吧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那件事 想必马思成本人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吧 毕竟谁也不想轻易放弃自己的友情 从火箭少女101一播出 吴轩宜和孟美琪就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但是火箭少女解散后没多久 吴轩宜被问起自己最好的闺蜜是谁时 她的回答里居然没有孟美琪的名字 随后甚至发出了疑似内涵孟美琪的话 果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杨幂和唐嫣曾被誉为娱乐圈最好的闺蜜 杨幂结婚时只请了唐嫣一个伴娘 手捧花也是为她内定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这俩人开始心通陌路 多年后即使通台也全程没有交流 只能偷偷的看上对方一眼 简直比爱情分开还要虐心 仅仅作为娱乐圈的喜剧人物 原本涉扭的她却表示自己几乎没有一人朋友 更不敢交一人朋友 我自己不愿意交一些一人朋友 大S是我非常非常喜欢 我前阵子刚跟她做完一个节目 然后我就会有一些妄想 我应该可以跟她做朋友吧 我就给她发了很大很大的长篇 姐姐我真的很喜欢 然后我发了这句 然后她也回我了 好的 金金谢谢你哦 然后明天也要加油哦 然后我就说 啊 怎么跟我讲这个 我说了那么多 也许过分热情了对别人说 而王源早前的一段采访 更是直出人心 所以说娱乐圈里真的都是加油一芒